如果你家孩子在抱怨作业多 就把这个视频给他看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作业一直就是这么多 现在还算是少的 在吐鲁藩博物馆 收藏着一件1300年前 12岁小学生的作业 高度很正常 27厘米 和现代的A4只差不多 但宽度却达到了恐怖的5米38 比清零圣河图还长10公分 这份作业当时把小祖宗 累到什么程度呢 那简直可以说是血道吐血 把人逼急了 啥事都干得出来 那天他决定老子不装了 摊牌了 在作业本上开启了疯狂的吐槽和嘲讽模式 连写两篇打油诗 他到测书艺 我到测书难 测书还测读 还须测眼看 抄抄抄 先生一天天就知道让我抄书 抄了一毛用 写书今日了 先生莫闲迟 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 反正我写完了 先生你也别嫌我慢 明天有大巴扎 早点放我回去 你可千万别脱堂 景龙四年 这个叫补天兽的小朋友老祖 比李白还大两岁 陶器导弹的竟然跃然纸上 也从侧面印证了 中华民族的延续性的确非常良好 自古以来小学生就是这么烦作业 老师把作业收上去之后 也没浪费 将学生的硬核吐槽二次利用 去世之后 让家人给做成兽衣兽帽 就入土为安了 可谁能想到新疆这地方 保鲜属性太强 一千多年过去 老师不仅没腐烂 还浓缩成了干湿 坟头也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量的重要古籍写本 就是来自牧主身上的兽衣 当时的考古人员看了 也是憋不住笑 但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们突然发现 补天兽的这份家庭作业 居然是已经失传的 伦语正玄著 作为东汉时期 儒学的巅峰人物 正玄的诸事文本 背后实施为权威 在唐代更是官方认证的标准教材 然而历经乱世 在五代之后就失传了 哪怕是新中国成立后 也只找到一些残偏散剧而已 直到补天兽小朋友的出现 以一己之力 极大的补全了历史的空白 事实证明 小学生不仅不要抱怨作业多 而且千万别说作业多没用 因为谁也不知道 你哪天晚上写的无聊作业 会在几千年后 一不小心达成史诗纪成就 未往胜纪绝学 在中国漫长悠久的历史长河旅混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12岁的天兽老祖 可能自己也没想到 2024年 自己会被称为中国唐代作家 出道代表作 居然是抄的课文 和两手阴阳老师的吐槽诗 但这就是文明不曾尖端的证据 跨越1300年 中国人不仅能读懂祖先写的每一个字 更能瞬间get到这文字背后的趣味和情调 这列带文字的文物 就是华夏文明的DNA 它能证明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经历了什么东西 在考古界 文物有字和无字 完全就是珠穆拉玛和普通山的区别 因为这些穿越时空的人文符号 让中国考古人在世界同行眼里 完全就是另类的存在 因为他们夸张到 能将上古传说式的事件 给你具体到哪年哪月哪一天 甚至精确到极点 壁鬼 样貌平平无奇 文字也并不华美 史孙还没一个谈余大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江湖地位 国博镇馆神器 九大国宝之一 首批禁止出国文物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上面有33个字 武王征商为甲子昭 直接和史书相互印证 并且把三千年前 武王伐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精确到了小时日 通过它 史学家推算出 木野之战是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的早上 6点到7点 连周武王出事前 天空星陀的位置都能基本确定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